在上一节思维漫游 我们讲到由于美国的宪法 禁止在公共学校里面 就是public school里面传教 各种各样的宗教 是不能在教室里面去讲的 但是evolution theory of evolution 就是进化论 因为它是一个科学 属于一个科学的范畴 因此在学校里可以讲 这样的话 对于宗教的势力来讲 他们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进化论是直接的 间接的是对宗教的教义 有一个很大的否定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他们又不能 把他们的传教的东西 引进教室 但是又不能容忍 进化论在教室里面 做一个课程来教授 那么他们就想出了一个 比较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法 就是开发了一个新的学问 新的学说 那么这个叫creation science creation science 实际上就叫神创论科学 也叫创造论科学 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这个creation science 就是这个神创论科学 它就等于是说 把这个宗教的教义 给它打包成一个科学 这就是这个这一节呢 我们要重点讲的 就是下面呢 就是讲一讲 这个神创论科学 是和这个过去的这个creation OK 这个creation process 就是这个上帝创造一切的 这个基本的教义 是怎么样一个关系 那么它实际上呢 既然是科学 那当然就说 它就不能完全说 我这是来传造 传递这个宗教 但实际上呢 它底下呢 实际上是完全和宗教 是紧密相连的 而这种神创论科学 在这个 在这个 就等于这么一个学科吧 开发出这么一个学科呢 它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通过 用科学的语言 科学的方法 或科学的框架 来这个解释圣经 尤其是圣经里的Genesis 就是圣经里那个创世论 就是世界怎么来的 上帝创造世界 用六天 然后第七天休息 然后大洪水 什么什么 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那些 很多的那些 那个创造世界的这个过程 他想用科学的语言 或科学的 就是用一个科学 给一种科学化吧 那实际上呢 这个下面我们会看到 实际上这是一个伪科学 OK 它是一个伪科学 它的主要的目的 并不是研究科学 因为科学 研究科学的人 是没有别的目的 就是一种好奇 这个我们前面 已经讲过很多次 像牛顿 像这个达尔文 像这个什么 各种各样的科学家 加利略 凯普勒 什么什么 这些人 他们之所以在科学上 有一个重大的突破 并不是因为他们要达到 某一个目的 OK 因为他们本身很多 都是这个信奉上帝 信奉宗教的 但是他们的这种 这种非常无休止的好奇心 非常无休止的 对于现在的 他们当时的这个 对世界的理解的这种 这种不满意 或者是有好奇 驱动着他们 去这个发现 这个世界上新的 这个定律 新的这个科学发现 那么而这个 这个这个 神创论科学呢 和这个呢 就目的就不是一样 它不是出于好奇心 它完全呢 是出于一个 想给宗教 标榜上一个 科学的外衣的目的 所以呢 它主要呢 就是等于想把宗 把这个 这个圣经里面的 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 OK 给他这个 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 实际上呢 这个呢 我们就说 它是一个种伪科学 那么这个伪科学 你严格按这个解释来讲 你还不能把它定义成伪科学 因为伪科学 并不是因为 它是以宗教有关 就成为伪科学 是因为它违背了科学的 这个研究的基本的原则 OK 那么下面 我们就会看一看 它有哪些 这个实质上的东西 第一呢 就是说 这种 神创论科学 这个基本的理论呢 它 它尽可能的避免 把宗教的语言 直接放进去 尽可能的避免 但是并不是完全没有 OK的 尽可能避免 尽可能避免 就是你这个 我研究的给你这个理论 这个这个这个理论 而并不是说 这理论是 这个宗教里说的 而是说 我告诉你 这个事发生了 OK 然后我尽可能避免 那个直接和宗教的 这种挂上钩 当然实际上这个傻瓜都能看出来 你看那几几几分钟 你现在网上那种 那种creation science 那些那些网站 你几分钟 你能看出来 它后边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和宗教直接挂钩的 这个联系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由于这个 这个进化论 我们在看进化论 和现代科学的多学科 有紧密相关 OK 那么进化论本身 实际上达尔文自己在这个 产生进化论 就是他当然我前面讲到160年前 他没有那么多的科学背景 他只是对他的 拿到的海量的这种化石 海量的样本 不是化石了 就是各种鸟的那种样本 在他那个全世界周游的时候 也提出了一种假设 但实际上后来呢 是由于这种假设 是完全和近代学科 包括基因学 包括地质学 包括天文学 生物学 考古学 各种各样的这种 多学科的这种 甚至量子力学里的 粒子的碎变的这种 用放射同微素去测量寿命 测量年轮的这些技术 全都是吻合的 因此呢 实际上你要想推翻进化论的话 你必须把这些很 进化论紧闭相关的一些科学的 一些定律 也把它推翻 因此呢 在这个神创论科学里 他实际上呢 他有的时候呢 他就尝试着推翻 以进化论有关的其他学科 包括地质学 那么地质学 你像这个是这个 查尔斯·拉尔 就是在达尔文期间 有一个地质学家 提出的那些 那些那些地质上的变化 到后来 一九五几年 四几年 五几年 六几年 很多地质学家提出的 这个大地的 这个就地球的 地壳的运动规律 地壳板块的运动规律 他们都要去推翻 因为他 他这个东西不推翻的话 这都是支持进化论的 然后呢 这个大洪水的理论呢 本身呢 也需要他把这个地质学的 基本的这个理论推翻 然后呢 对于什么 这个其他的这种 像这个宇宙大爆炸 他要推翻 OK 因为宇宙大爆炸 你不推翻的话 那宇宙就是一百三十七亿年 那这个 就显然这个 和他的这个六千年 创造世界是不一致的 因为别忘了 这个神 上帝创造世界 可不是只是创造地球 是创造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是六千年 OK 地球六千年 整个宇宙也六千年 结果你 你来个宇宙大爆炸的这个理论 啪一下一百三十七亿年 这差多少个 order of magnitude 然后宇宙的年龄 地球的年龄 大爆炸的年龄 然后加上刚才我讲的这种放射 同微性 同微素的这种 对于这个 这个考古中的 用来测量时间的 这些基本的技术 科学理论 他都要推翻 那么这种推翻 实际上就是越 你越仔细想 你尤其是 尤其近代物理 近代生物的 这些科学家 你把这些都推翻 你想想 如此的苍白无力 如此的艰难 因为这些理论 互相都是相互验证的 科学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相互验证 不同的学科 同一个学科里面 相互验证 不同的学科 也是相互连着 所以所有这些学科里面的 所有的结论 就像一个 像一个Jigsaw puzzle一样 就是像今天小孩玩的那种 那种各种奇形怪状的 那种拼图案的那种东一样 它每一个都紧密相连 OK 会有小量的误差 但是不会有什么大的 这个 这个相互矛盾 任何相互矛盾 都会产生一个 巨大的科学的 科学的这个发现中的 一个动荡 这个动荡就是 可以颠覆过去的理论 产生新的理论 而现在这种科学的 多学科之间的 互相紧密相连 使这个拿尔文的进华论 非常非常牢固 非常严谨 那么这样的话 你想推翻这个 确实是很难 推翻 你要推翻很多的 这个领域 好 那么我们这个呢 实际上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 看一看 Creation Science 到里面有什么 上美国有几个 Creation Science Museum 这个神创论科学 Museum 都是在那个美国的 这个Bible Belt 就在美国的南部 中部南部 那个比较落后的地方 开了一些这种 这种博物馆 但是这些博物馆 实际上是有 它的一定价值 因为它里面很 里面有很多 这个什么 各种各样的化石 各种各样的 那个图表 弄得很漂亮 你去看那些 样品展示 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么 还是回到 我们前面讲到 这个这种宗教 和宗教相关的 这种神创论的科学 到底是不是科学 那么这个实际上 就成为了下一个 在美国的法庭上的 一个争端的焦点 OK 上在美国有很多次 很high profile的 这种trial 在美国的法庭上 这个trial上 基本就是说 到底像神创论 这样的学科 这样的理论 能不能在public school 在公共学校里面去教 OK 能在公共学校里去教 最后呢 这个美国的 这个从最高法庭 一直下面多个法庭的 基本每一次的判断 都是不行 就是你不能把这个 神创科学 在学校里面去教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不是科学 它不是科学 它是宗教 那么对不起 美国宪法说了 宗教不能去 在学校里教 所以这个 这个我再顺便提一下 有很多这个 宗教的这个 势力吧 就是说 在这个网上 或者是在这个 各种群里面讲 就是美国是一个 完全依靠宗教的 这个依靠宗教 所以美国能伟大 实际上这句话 不能说完全错 但是呢 我只指出一点 美国的宪法 是不允许 在学校的教室里面 教宗教的 OK 宗教是必须和 美国的政府体制 这个脱钩的 就是这个 church versus the state 就是政府和教堂 是分开的 因此呢 在学校里是不能教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下面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能教 OK 你这个 你这个 既然我刚才说了 这种神创论科学 它是以科学的名义 来教神的东西 那我先不说 教这个宗教什么东西 它毕竟它是科学 你可以教进华论是科学 我为什么不能教 这个神创论是科学 那实际上呢 这个我下面就把它讲一讲 就是科学和伪科学之间 到底有什么区别 就什么是科学 这里我不会讲太细 因为科学 到底什么科学 这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 实际上是听起来 好像挺抽象 但实际上在今天 仍然在误导了 大量的 对这个理科教育不足的人 OK 也最典型的 就是那些信中医的人 OK 信中医的人和这个 实际上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因为他们不懂什么是科学 因此对中医里那种 云山雾罩的那种 我大三三一 什么三姑二姨父的小妹子 什么他们这个 这个这个某一种药 啪一下神就治好了 因此这是神药 就这种假药 这种什么板蓝根 这种什么什么霜 什么就是那个什么 中南山搞的那些骗药 那个假东西 当然是他那是高 是一个高级骗子 还有低级骗子 这一大堆这些骗子 在这个这个最近的这个这个武汉病毒上 就是闹得不可开交 这些人实际上都是可以说 如果你对科学的定义 有一个比较清晰定义 这些人都是伪科学 都是骗子 OK 伪科学是一个是像这个 Pseudo Science 一个是这个Creation Science 就是这个神创论 他是为了宗教目的 而那些国内的那些 拿中医来做骗子的人 他是为了钱 他根本不是为了任何宗教 所以那个神可以说是一个 这个缺德 不光是从这个什么 人家这个为宗教 至少是某一定 他的一个精神信仰 你那些人就信仰 钱就是骗钱 所以是非常缺德 好 我们还看一看到底科学 到底是有一些 什么样的基本的这个元素 我说的科学 就是这种硬科学 不是讲这个心理学 或者是经济学 这都不是硬科学 这都不是真正的科学 社会学 心理学 经济学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这个马克思主义 这都不属于科学 我说的硬科学是什么呢 就是包括物理 包括生物 包括进化论 包括化学 包括这个 这些 这种科学 那么这种科学 它有几个基本元素 第一 OK 它是由自然界的定律 来引导的 就是不是你 以你和我和他的 主观意识来引导的 而是取决于自然界 是什么样的现象 这个现象 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定律 这个定律 来决定这个科学的性质 像牛顿的万有引力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甚至量子力学里的那些 那个薛定谔的方程 或者是什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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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ertainty Principle 那个 Heisenberg 就是类似这样的 OK 这样的物理定律 OK 这些东西 实际上呢 是自然界的 不依你 不依我来主导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这个科学里面 涉及的所有的话题 OK 都是可以通过 自然界的定律 来解释的 就是我去研究 这些定律 发现这些定律 同时去解释 这些定律 OK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可以通过实验 通过观察 这里不光是实验 还有观察 OK 来进行验证 来进行验证 我以前已经提过几次 这个Richard Feynman 很有名的一个 这个诺贝尔的物理学家 量子物理学家 很有名 这个Caltech的一个professor 现在已经过世很多年了 他用的那个下象棋的那个比喻 OK 自然界的规律 是就好像说 你在看一个第三方 两个人在下象棋 但没有告诉你规则 你在一直在观察 他下 你又不懂象棋规则 你在从中猜 这个规则 这个猜的过程中 你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整 这里我就不太细讲了 因为这就重复了 那么这种 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观察 这个规则 他下象棋的规则 在那是下 不是因为你来决定 这规则就在他那做了 然后你呢 只不过是用通过他的下的每一步 来进行猜测 来进行验证 你在想他的规则是什么样 你有可能猜对了 有可能猜错了 你猜对了以后 你用他这个对的方法 你看他下一步 是不是和你的规则 是不是吻合 吻合吻合 一直吻合 那你心里就有数了 我这个猜想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鞠可以走直线 OK 或者是炮 可以隔山打 打对方 这些东西 我慢慢我就把它固定下来了 那么这是一个 就是你可以 就是第一 你可以对他一个观察 对他一个猜测 第二 你可以对他一个验证 更重要的是 他是falsifiable 这个falsifiable 就是任何科学理论的结论 都是tentative contingent 所以tentative呢 就是我跟你提出一个理论 包括爱因斯坦相对论 包括牛顿万语的引率 我认为现在世界上 自然界是这样一个规律 OK 我认为 那么这个规律是不是成立 我并不是最后决定的 而是由将来的 所有的实验的观测的验证的 这个证据来核实 那么这个核实像我们说 牛顿的万有引力 核实了400年 都没有什么错 但是呢 到了这个爱因斯坦的时候呢 人们对天文中的那个 那个观察呢 更加精细 发现牛顿的定律 有小小的偏差 这个偏差就是水星和金星 金星在绕着地球的 绕着太阳转的时候 它有一个小小的那种 那种那种progression OK 这里就不细讲了 这种progression呢 实际上是牛顿是解释不了的 最后爱因斯坦可以把它解释 那这是当然是一个 一个这个 一个例子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了 比如说这个 这个什么 phlogistic theory 就是这个氧气 空气里面为什么可以燃烧 过去不是说是氧气 是有一种燃烧素 这个燃烧素 这个理论 这理论实际上一直 以前还挺 多少年前 一直是很盛行的 认为就是所有的燃烧 都是以某一种东西 在里面烧完 后来发现是什么 是氧气和这个什么 和这个和碳的一个 一个化学反应 那么这样的这种理论 永远是subject to什么呢 subject to falsification 就可以去证伪 可以去调整 可以去调 可以去修改 所以所有的科学理论 都不是绝对的正确 包括安散 消息论 早上有一天 有可能会被别人修正 或这个推翻不可能 不大可能 修正完全有可能 那么 所以呢 就是这种科学理论 是一个不固定的 可以修正的 可以证伪的 而且永远是可以被别人去推翻的 可能推翻的 这个可能性永远存在 OK 这就是科学理论 所以科学理论不是绝对理论 随时可以被推翻 随时可以被扔掉 随时可以被调整 只要你有足够的充分的证据 就是你要足够的证据来推翻 这证据已经明摆着放在那了 和这个和他说的理论相违背 那你就是要去调整这个理论 或者是推翻这个理论 OK 而以这样的一个标准 来衡量这个神创科学的话 它就基本就是根本不及格 OK 因为神创科学里面 就没有自然界的定律 作为它的基本定律 你用自然界基本定律的 神创科学 每一个理论都不成立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你不能用自然界的这些定律去解释 就是违背 像上帝的那种 那种什么奇迹 那显然不能用自然界来解释 还有一个呢 神创科学里面呢 像字里行间 都包含着一些不可争议的 absolute truth 或者是the word of god OK 我们到这个网上随便 看一个这个这个网站 就是那种神创论的那种 museum博物馆的网站 你看看的底下的某一个地方 就看着 就是to see the truth of god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这种上帝给你揭示出的绝对真理 你通过这个这个博物馆来看 所以这种字里行间的这种绝对真理 这种你看不见摸不着的这种上帝的这种暗示 一直在那里面藏着 而这些东西 OK 你可以说从 从这个 syntactic syntactically 就是这种 你从语言上来讲 你可以接受 但是呢 你从科学的这种逻辑上 你是不能接受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一个证据的支持 当然很多的这种神创论的科学里面呢 他实际上呢 把他不知能不能支持他的证据呢 就把他排除出去了 排除出去了 我记得很有名的 有一个有一段这个对话 一个这个Richard Dawkins 和另外一个神创论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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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人士进行辩论 然后宗教人就问Richard Dawkins 说你有没有证 你没有证据 你的进化论没有证据 然后Richard Dawkins说 这证据就在Smithsonian Museum 就在各个的什么 然后那说那都不是证据 你没有证据 你没有上帝的证据 他结果就等于把所有的 这个千千万万的证据 都说你这都不是证据 你这都不是上帝的证据 那你这个两个人实际上 就等于是鸡同鸭讲啊 是不是英语中文有这么一句话 那鸡和鸭子 或者鸡和猴在这互相谈话 两人讲不是同一个语言 所以你既然讲不是同一个语言 那你就不能说你是一码事 OK 你就是你既然你把科学的证据 这个所有对你 以你相违背的证据 全排除出去 那你当然你就是等于 不承认任何科学证据 那你就不应该是科学 所以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所有的这种神创论的 这种提出这种上帝 创造世界的这种 以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的 这种文章 都是不能进入科学杂志的 因为所有的科学杂志 都要经过一个peer review process peer review就是同行审查 OK 你任何我们大家知道 所有的在理科 在工科 在学术界 你写一个文章 你放到像我们过去 在IEEE 电子什么电工学会 写的那些任何的paper 你都要至少三个人 三个人要同时审查 你这个文章 他审查的过程中 在里面挑错 看看有没有什么 很重要的严重问题 小的问题 他帮你指出来 你把它调整一下 大的问题 他就给你 给你推翻了 你这文章不能发表 而这个神创论科学 这些文章 都没有经过这个process 因为这个process呢 是实际上是非常严酷的 就是不管你什么人 都可能给你 包括爱因斯坦 你当年写文章 都有可能被reject掉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的文章呢 都不是 他的文章 不是通过这个 这种同行简设 而是在他们自己的刊物里 自己发表 自己刊物 自己发表 OK 那么自己刊物 自己发表 那么他发表的结论 他可以说 就是基本就说 把很多tentative 就是很多没有 没有实践的证据 来验证的那些 那些结论呢 就作为一个最后结论 也没有大家去验证 就这事就发生了 OK 这个可以想象 就是跟今天中央党校里面出出版文物一样 那中央党校里 你有谁敢写一个 我去论证马克思主义里面有有有逻辑偏差 你敢吗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道理 就是说你这个文 当你的这个出版物 已经严格的被控制住 不能由一个第三方的去审查 同行审查 你的出版物出版东西是没有任何可信度的 OK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个creation science 他们在这个 他们发表的文章里 一个很致命的一个缺陷 当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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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致命的我刚才已经讲了 还是就是缺乏证据的验证过程 你可以提出很多东西 但是你不能用证据去验证 不能用这个现代科学的这种多学科的互相的验证来去去去去去做falsifiable的这种test 就是empirical test这种实验限制或者实验验证 观测验证 OK 然后你不能修改 不能调整 不能什么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违背了最基本的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 所以所以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来这种神创论科学 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挂了一个科学的头衔 并没有科学 当然是不是所有神创论里的理论都是违背科学基本的原则 其实也不是 咱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就是大洪水理论 OK 这个大洪水理论实际上是可以 可以call it a scientific hypothesis 它是一个科学假设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falsifiable 可以证伪 就是说你如果 OK 说地球 按照那个圣经 这个描述 这个大洪水把所有的洞生物全给淹死了 那我就根据这个描述 我就可以去做一个推测 那么这个推测还真就有科学家 是可以说是在这上也是翅膀秤的 去研究这个 研究呢 就说呢最后他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说如果像Genesis里边的那个大洪水 就你创世上的大洪水是真的话 地球上的水的这个体积 就应该是今天的水的体积的九倍 大概其实今天的水的体积的九倍 而今天的体积 大家说也许是天上的所有的潮气 湿气全落在地上了 也许就能形成大洪水 对不起 不是 今天的所有的空气中的这个湿度 一切全凝固在水里面 有人算过地球上的 整个地球上也就是几十毫米 还是几毫米的水层 就是所以空气中的那个水的含量 并不是很高 OK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本身呢 这就等于是把这个大洪水理论给推翻了 因为地球没那么多水 没有现在的九倍的水 现在九倍水呢 基本就是把所有的陆地全淹过去了 这是一个一个falseifiable 可以说就是从这上来 我就可以说把大洪水的理论给推翻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地球的年龄 地球和宇宙的年龄 那么过去说呢 宇宙年龄按照这个总经理讲呢 是六千年 大概是六千年啊 那在牛顿的时候 他可以推几千年 他可以 因为他没有近代物理的这些东西 但是呢 现在有了 发现地球是46亿年 47亿年 宇宙是130多亿年 那在这个问题上呢 实际上呢 这个创造神创的科学呢 他提出一理论 他说呢 你们的都不对 因为他要支持这六千年的理论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的对这个同位素的碎变的过程 估计太低了 估计太低了 实际上要比这样高的多的多的多 就是同位素的碎变的速度 要比现在的高的多的多 他用另一个同位素的碎变的碎变的速度 半衰期来去算 就能反推出来地球是6000年 好 那么怎么样证明他这错呢 实际上很简单 任何的大学里面的物理系 现在的这个物理系的研究生 都可以做一个实验 把这个退 就是做一个半衰期的实验 当然你和理论物理研究生 也可以用理论物理的角度 从实验物理理论去证明 你说的半衰期有那么快 不可能存在 在实验室里不可能存在 在理论上不可能存在 in fact 你到量子力学的最底层 那些基本常数 宇宙中的基本常数 如果要达到这么快的半衰期的话 这些基本常数全乱了 全都得重新 都是在另一个数量级 那如果是另一个数量级的话 这宇宙就不存在了 OK 那些常数变了 我们以前讲过 那个anthropic principle 如果你这些常数 不是现在这个常数 为了满足你这个半衰期如此之快 你这些常数 那就会使宇宙不能存在 在今天 OK 就是像今天这种形式存在 所以呢 这是 这是这个什么 后面呢 我们还会看到 后面还看到 就是这个intelligent design 这是另一个方向 也是属于creation science的一种 它呢 是instead of 就是用这种神创学 神创科学 这种方法 去说 我有这个心 和你不一样的理论 来解释地球 今天为什么存在 这样可以和圣经对上吧 而另一方法呢 我不是去解释 我是去批评 我是用负面批评 我把你这个 现在的这个 这个进化论里面 所有东西 我都是讲 为什么这些东西 不足以让我信服 所以呢 它是用另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叫 absence of evidence is the evidence of absence OK 就是没有证据 如果没有证据 就说明证据不存在 用这个逻辑 OK 没有证据 就说明证据不存在 仔细想想 这个这种逻辑 今天是不是很多词的用着 OK 很多在那种脑残 或者是那种 那种傻逼 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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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 那个五毛那帮傻逼 就是用这种类似 你没有证据 那就是证据不存在 OK 那个 当然还有一个 就是说这个什么呢 就是这种 就是God of the gap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各种各样的那种 那种画石中间 有一个很大的空隙 这空隙 那就是没有证据 那就证据不存在 因此就是上级创造 所以这个呢 是intelligent design 我们后面会仔细再讲 就是智慧设计 智能设计 智慧设计 呃 所以呢 总而言之 OK 这个神创科学 OK 并不是真正的科学 它不满足科学的 基本的定义 同时它呢 它用的那些方法 都是违背了科学的 基本准则 因此呢 这个就是 美国的这个法庭 最后决定 这个不属于科学 不能在教室里面教 那么这个后边 它的这个 这个宪法的支持 到底是什么 我们这里顺便再提一下 美国的第一修正案 First Amendment 里面就是一个第一 这就是等于宪法的 第一修正案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 非常非常基础的 一个修正案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等于被 如果你在学校里面 讲这个 这个 这个讲宗教 甚至或者 以宗教为名的科学 就是神创论 你就违背了 第一修正案 第一修正案 是讲的 基本的是什么呢 第一 政府不能有一个 官方的宗教 并不是说 不能说不能有宗教 是政府不能有一个 政府指定的官方宗教 OK 就是state is forbidden from establishing an official religion 你不能有一个官方宗教 那么你如果政府 有一个官方宗教 像中国的话 共产党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religion 和这个中国的政府 是拴在一起的话 党和国是一码事 这个本身呢 就是等于是在美国的宪法里 是这是禁止的 OK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政府不能 你不能有官方宗教 你同时不能在多个宗教里 选你喜欢哪一个宗教 就是你不能有preference 不能有这个偏向 就是美国像这个 很多国家都是多宗教国家 美国有基督教 有新教 天主教 什么佛教 什么伊斯兰教 什么这这这都有 OK 但是呢 这个 他就等于把这个线打开 就是不能 政府不能决定是哪个宗教 我 我 我给 我 我偏向 哪个不偏向 我当然不能有 我官方自己的 唯一的宗教 都不能有 OK 那么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第一修正案是同时呢 保证什么呢 保证各种各样的freedom 保证你要有宗教自由 有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集会自由 什么什么自由 OK 那么这里面 关键仪地相关的 就是宗教自由 所谓宗教自由 就是说你可以愿意 practice什么 你愿意信什么教 信什么教 但是对不起 我不给任何的选择 我不去说 这个教是我希望的 那个教我不希望 或者说你官方 只能有这个宗教 OK 这个像那个 那个法国大革命 那个讲座里 我不讲到吗 在那个时候 法国大革命前期 法国大革命的那个 那个catholism OK catholist religion 那本身就是一个 official religion 你全国你只能信任 你不信任 你就被打压 那protestant 你可能就被打压 在美国呢 他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说法国大革命 美国第一宪法时期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 OK 美国就已经规定 不能有一个官方宗教 不能有一个官方的倾向 那么这些 第一修正案的 本身的这个 这个原则呢 就奠定了 宗教不能进入教室的原因 OK 就是因为你 你进入教室的话 那进入public school 本身就等于 违背了第一修正案 顺便提一下 在美国1980年 做过一些民意测试 OK 从这年 你能看出来 美国的老百姓 对宗教的这种 这种 这种渗透吧 宗教对美国的这种 人口中的渗透 44% 47% 47%的美国老百姓 相信 OK 这世界呢 是创造出来的 上帝创造出来的 整个世界呢 就是在过去几千年 不到一万年 创造出来的 OK 这就是美国的这个 这个老百姓的水平 OK 今天可能跟这数也不会差太多 OK 也不会差太多 主要是在bible belt 就是在那个 那个那个圣经 那那那那一带吧 就是南美国南部 我们讲了 那一带是主要是那个 那个过去的历史上 就是奴隶最多的地方 奴隶庄园最多的地方 那么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大概其美国的 这个这个 即使是在大学 这是我说的百分之四十几 这是美国的普通老百姓 而在美国的这个 受教育 在大学的教育 受过大学教育的 这些人里面 有三分之二 接近三分之二的 这些大学毕业的 本科毕业 或者是更高教育的人 相信神创论 相信神创论 所以这个 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 现在这个美国的 一个现状 OK 这是八几年 现在应该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然后呢 这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 但是你把这个 同样的这种数据统计 你给它挪到一个 真正的科研 这个阶层 就是在这个 scientific community 就自然科学研究 包括物理化学 生物医学 OK 这些 这些 可以说这些学科里面的 这个研究人员 或者是这个 academic 就是学术人员 研究人员 大学教授 在这里边 那就对不起 就正好 基本不存在了 就基本上 所有的这些 这种自然科学的 研究人员 大学教授 学术人员 都不相信 这个 religion 不相信creation science 也不相信 creationism OK 然后呢 在他们眼中呢 就是这个 这个scientific community 他们眼中这种所谓的creation science 这种神创 科学 或神创论 这第一呢 它是unscholarly 就是等于是根本不属于学术 这是不属于学术的 第二呢 是dishonest 是不诚实的 就对诚 因为科学是冷酷无情 一是一二是二 那显然你如果在这里 你在这 故意的 混淆黑白 这是不诚实 第三呢 是misguided sham 是一个骗局 是个骗局 你看看这些科学的 这个学术界 对这种神创论 神创科学的看法 是不是说一般的负面 是非常的不屑一顾的负面 甚至他们说呢 说像这样的东西 引进学校的话 是对整个人 人类的这种未来的教育 是有一个非常有害无利的 有害无利 因为你 你一对小孩 给他讲这些东西 想等于是给他灌输一些教育 而不是惯性理性思维 惯性科学 而想起来 OK 科学是奠定了 今天人类生活水平的基础 你只有这些东西 你才能使人类 这个寿命 人类的医疗水平 人类的寿命延长 这个各种各样的现代 这个 这个 这个生活的这种进展 这都是靠这些东西 所以呢 顺便刚才讲了 就是美国有好多这种 也不是好多了 有好几个 这种 这种 creation science museum 这样的这个博物馆 这些博物馆呢 你看他的手 把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首页 一看 我就是研究化石 研究宇宙 研究这个历史 考古 看着 这不是挺有意思吗 花花绿绿的都 而且很 很像一个科学的一个 什么 但是你仔细 稍微仔细一看 底下都是在 absolute truth 在讲God 那么 我们现在从 讲到这儿 我们就可以看出了 我们基本已经是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种creation science 这种神创论科学和真正的科学呢 等于是完全一刀 就是一刀中间一刀给割成两份 根本不是一把事 难道是真正是这样吗 其实也不完全是 也不完全是 因为我们在讲科学是falsifiable 就是可以证伪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但是呢 实际上呢 你只是用这个观点来去分开 creation science 神创论和这普通真正科学 还是有一定的模糊性 首先我们看一看 就是今天我们在近代物理天文学里边的 很多的科学假设 实际上不是那么容易的去test 就是这种观察和这个测试的 比如说我们讲的big bang theory OK 就这种大爆炸的这种理论 137亿年的大爆炸 黑洞源理论 包括这种string theory 就是这种这个底层最小的微观的那个 那个旋理论 物理旋理论 或multiverse和parallel universe 这种平行宇宙 多形宇宙 这些东西实际上你想想 这都是非常非常 很难验证的 那我要是一个神学人士 OK 我做creation science 我说上帝在一天七天内 创造了世界 你说不是 你说是137亿年有一个大爆炸 那时候经过这么这么重力的 逐渐的这种演化成今天 凭什么你说你那是科学 我这不是科学 你又不能回到137亿年 我不能证明是正好是6天 或者是7天 但是你又不能正好是37亿年 那现在这就是一个很 如果对这个物理 近代物理 对科学不是太了解的人 这一下就 这个问题就给蒙在那了 这确实不是那么清楚 OK 你怎么说你这就是科学 我这就不是科学呢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回答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实际上这里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什么本质区别呢 就是宇宙大爆炸的理论 黑洞理论 玄理论 Multiverse Parallel Universe 这种多宇宙的理论 所有这些理论 尽管你不能直接回到那个时候 那个地点去看 但是这个理论 它的理论依据 就是它后边在它底下支撑它的 是近代物理 近代量子物理 经典物理 现代物理 进化论 不是进化论 那个相对论 什么量子力学 所有的这些理论 在下面做支持 OK 用这些理论推演出来的结论 当然我现在这个顺便提一下 黑洞已经几乎是往前走了 往前走了一大步 因为黑洞过去说我们不可能看到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黑洞附近的这些放射的光线 由于这个黑洞在不断的吸收外边的物质 在整个时间空间的这种扭曲 这种状态 还有加上什么叫Red Shift 在黑洞里边的周边的红移现象 这些现象你看不到黑洞 但你能看到 假设黑洞是正确的话 它隐身出来的通过物理定律 隐身出来的一些现象 应该是什么样 这些现象就在这几年 都在被验证 都在被验证 所以说黑洞的存在 基本已经毫无疑问 被核实了 所以这个某种意义上 就是等于说 你这个不是科学 就是这个不可核实的 这个前面讲的 已经某种意义上 已经不是 就是黑洞已经可以被核实了 宇宙大八大当然是 核实是1960几年 那个 就是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 Radiation 就是那个Penzius 什么Wilson 那两个人发现的 通过那个天线测 在AT&T Bell Lab 测试设施的 但那也是间接的 OK 但是呢 所有这些不同的 这些hypothesis 后边都是支撑着 基本的物理定律 和基本物理都是不违背的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 它是一个科学的hypothesis 迟早有一天 像Multiverse Parallel Universe 有可能会被证明 有可能 因为它是falsifiable 这个过程 是什么样一过程呢 基本就是什么呢 提出一个理论 依照这个理论 做一个预计 做一个prediction 然后拿这个预计 和现有的观察 做比较 比较如果一致了 这个理论呢 被加强了一层 如果不一致 这一论就被彻底推翻 OK 那么黑洞理论 实际上我们刚才就是 讲了经过这一过程 在周边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放射性 各种各样的时移 各种各样的重力的 那个周边 像那个银河系中间 就是有一个巨大的黑洞 周边的那个 那些那些 那些行星 对它的那个 那些恒星 在这个周边运行的 那个速度 你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黑洞有多大 这一栋间接的 都可以推出来 OK 这都是属于科学 就是在应它的这种 这个黑洞的这个质量 重力来推算 周边会什么样 然后再去观察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都属于可以是testable 都是可以去 falsifiable和testable 可以去 可以去测试 可以去验证 可以去推翻 当然到目前为止 没有被它推翻 而这个Multiverse和String Theory 和这种旋理论 什么都多宇宙理论 本身也有可能 将来有可能被 falsifiable 有可能就某种 像提出这些理论 人都提出来 你用什么方法去测试 只不过这测试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实施而已 但是是可行的 OK 反过来讲 OK 这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神创论呢 它也提出了一些 可以去测试的理论 前面讲了 一个是 这个打洪水 我们说了 这已经被falsifiable 已经说 你如果这洪水是成立的话 地球上的水肯定没那么多 地形水 比你现在多的多 多的多 要九倍的水 然后呢 你提出来地球的年龄 是几千年 不到一万年 六千年 那这上是可以falsifiable 我可以用实验证据 去验证 到底是不是六千年 你提出来呢 结果现在发现的 不是六千年 是四十七亿年 四十六亿 四十六点几亿年 然后你提出来呢 这个所有的化石呢 都是由于这种大洪水 淹下来埋在泥里面的 OK 我呢 现在说呢 我现在用这个 用这个 用这个 这个carbon 就是这个 同微素的这种 测量 同微素 衰变 半衰期 来测量它的时间 发现这些不同的化石 它完全不是在同一个时间 实在 它是可以在多少 一年的这个 这个期间 逐渐逐渐形成的 这一层一层化石 那你这话 你这个大洪水 到底是多少年 你这大洪水 到底是几天 还是几年 还是几十万年 还是多少亿年 所以这本身 就等于把这个什么 所以这个呢 是等于又把 这大洪水理论 某种意义 又是一个间接方法 给推翻了 你说呢 所有的动物 没有共同的祖先 那我们用 DNA 现在最新的DNA 方法 已经很容易的 看出来 这个 这个祖先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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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 所以这又把你 推翻了 所以就说 这个 这个创 神创论的科学 里面的很多的理论 都是经不起 现代科 你如果说是科学 我就用科学方法 去验证 每一个验证 都是证伪 就是如果能证伪的 都证伪 当然有的不能证伪 你就上机创造了六天 创造世界 那 确实对不起 这个不太好证伪 因为我无法回到那地方去 去看 看录像 而且那个违背了 我现在的所有的 这个什么 这个基本的 这个物理定律了 OK 所以呢 就是这种证伪呢 实际上呢 等于是说 使这creation science 是 可以说是 stand on very soft ground 就是说 等于是站在一个 一个大 一个随时可以陷进去的 一个沙滩上一样 OK 那脚根本站不稳 根本站不稳 所以呢 就说 所有的 只要能 falsify 就是creation 这个神创论里面提出 只要哪一个理论 可以去证伪 结果都是很容易去证伪 就把它证明 它是不对的 而反过来讲 你像进化论 像 像这个 这个相对论 像这个万有引率 它都可以证伪 而且是一次一次的 没有成功 证伪都是 都是发现 不能证伪 而都是真的 都是和它的预计是一致的 所以这就使这个 神创论的这个科学呢 和真正的科学呢 是天壤之别 那在这种情况怎么办 那实际上 这些相信 神创论的这个宗教人士 他就说 你们那些 证伪的方法都不对 我都不能接受 因为都不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说来说去 又回到什么 我们现在讲的一个 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你到底是信仰 相信信仰 还是相信科学 你如果把你的 所有的知识来源 相信一个宗教里的 一个信仰 那你这个 你这个 这个 这个神创科学 本身就不是科学 而是以信仰为基础的 延伸出来的 一些理论 OK 而不是由科学相互验证的 所以呢 这一节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 那么就是说神创论 以这种 神创论文基础的科学 我们可以看出来 基本就是说是基本 不能有任何的 这个可以和真正的科学 相比较的这种地方 那么这是某种意义上 是一个什么呢 是等于说为了攻击 或者是为了攻击这个进化论 我呢提出一个 另外一个科学理论 以科学的名义来攻击 显然这种方法不大零 因为美国的这个最高法庭 都说了你这不是科学 那我再换一个方法 我用什么呢 就是这种智能设计 就是这种intelligent design 这个呢实际上是 用另一个角度来攻击 这攻击和这个 创神创科学是不一样的 这攻击呢 我不是以一个 说我认为什么 什么事发生了 而是说 我认为你的证据不足 以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攻击进化论的证据不足 或攻击这个 自然科学的证据不足 这个呢 我们下一节接着讲 请不吝点赞订阅 打赏订阅 证据不足